你的作文怎么才能让人觉得有意思呢 你的有细节 最近还有这个家长呢 就打了个电话 放一个见过面 就前两天我刚解决的问题 他也是从来没有商务私信人们课 然后是通过同学的妈妈介绍过来的 然后就打电话跟我咨询了一下 主要讲什么 然后让我去给他推荐一个班级 后来就到了某一个班级 那么他说呢 他家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我在这儿上课已经有三年了 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观音作文的问题 这孩子写能写出来 没问题 可是吧 这个要么写的特别磨叽 慢吞吞的啊 才写出来 要么就是 你好不容易写出来以后吧 感觉挺流水降的 好像怎么看吧 你说出来他有不错的地方 但是就觉得不是很有意思 不太对劲 我相信这是所有同学 基本上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你存在这个问题 有的朋友可能做的好一点 有的朋友可能做的稍微再差一点 所以呢 使你的作文成绩 有着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词 我在这儿再打一个重点哈 就是这个词使得你的作文 没有意思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词使你的作文 在考场之上 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这堂课呢 会把这个作为一个注意的事项 也就是说今天这篇作文 细节表写 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了 课题是什么 还知道吧 叫什么 镜头剪接法 那么这是技法 镜头剪接法 因为这个空间标小 我不写 就是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 一个小小的技法 然后呢 第三个 我昨天已经告诉给你们了 也让你们做好这个准备了 我说了 写的这个主题 谁还记得是什么 没错 成长 那这堂课 我们会按照这三个方页 三点 来重点给同学们 来讲解一下 这篇作文 首先呢 我先要说一说这个 镜头剪接法 这个技法的问题 今天这个技法的问题 首先给同学们 看一个小小的广告 是你在地铁上呀 在下都会看到的 看这个广告的时候 认真来看 就是写的 那些风格 每天眼眸停下来享受美丽 她呢一开始的环境是什么呀 虽然没有人但看到了 是一个办公桌 上面有文件啊 有笔啊 有纸 就跟我在高斯大厦上班 那个办公桌很像 到什么时候了 到什么时候了 对黄昏该下班了 下班以后她怎么样了呀 对要放松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拎了两个小高级 好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看下一画面就是 她躺在那那儿 非常惬意的 幽闸的把这个面膜 这才是她做广告的主题呀 她在讲 那我要前面干嘛 我觉得一分钟 这个一秒钟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打着都要花钱的呀 那么长的铺垫 其实就是后面那点新传 但前面有什么作用呢 好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你想一想 这一天你想 她在外面工作一天 对着那个电脑 各种辐射 各种辐射 对啊 还有这个 咱们这一天也是中毒污染嘛 走在外面 是吧 这个眼上也布满了这个灰尘 于是身体很疲惫 再又是爷子里呀 也满是灰尘了 好吧 这时候 讲到这儿呢 哎 面膜来了 没错 非常轻松的 悠闲的躺在那儿 洗好脸 洗干净了 然后把那面膜一切 到时间 哎 一切 贵人怎么样呀 开朗 开朗呀 这就是舒畅了 是不是 哎 为什么 为什么要前加后 两个加起来呢 前面花那么多钱 那么长时间打这个广告 说那么多这个 看似好像跟那个 跟这个主题 这个面膜没关系的 其实就是为了做铺垫 来引起最后的这个 贴面膜 正是有了之前那种疲惫 那一天的劳累 才有了 金面膜那一瞬间的那种 舒的 那种舒适感 来 上一周就接 也不会有感觉的 哎 希望你怎么样的疲惫啊 怎么样的这个 经历了一天的生活 然后晚上的时候 哎 一切面膜 才会凸显出那种什么呀 因为困倦 因为疲惫之后 才有的那种舒畅的一个感觉 所以两者相加 也就产生了什么效应呢 一加一大于二 那一加一大于二呢 就是今天所说的 定头剪接法 整个的这个含义 鬼骨子另外两个徒弟 叫什么名字来着 苏秦和江子一 对不对 有一个追刺骨的故事 没错 这个追刺骨是什么意思 拿针加什么 拿锥子加什么 对 那个骨是大腿的意思啊 好多天的意思 不是屁股 好像是那个鬼就是大腿的意思 好 主人公是谁 是谁在追刺骨 哎 事情大一点非常好 苏秦 苏秦 以前咱们总说呀 同学梁追刺骨 其实不是一个人 很多人都误会了 以为这个苏秦不单是同学梁 而且追刺骨 不是的啊 这个同学梁呢 是另外一个叫做孙静的一个人 追刺骨才只是这个 这个苏秦的这个故事啊 嗯 我再提一个例子 昨天呢 咱们讲了一个 前聚后功的 故事 呃 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我可以用 镜头简介法 给你们拆分一下 呃 讲的是什么呢 他当时呢 出道了 想出道 想要这个发家去赋呀 啊 把自己的从容材质都凸显出来啊 但是 他犹豫了很多的这种 这个国家 没有人欣赏他 没有人去重用他 他像一个三家狗一样 穿着破衣服破鞋子 回家去了 一分鞋没有啊 破破乱乱的 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成就 回去了 你想想那样的一个实在下一个社会 回去以后呢 他家里人 每一个人拿正眼瞧他的 都非常的这个冷漠 他这个嫂子做的游戏过分 甚至不给他饭吃 还把他骂了一顿 你这样的 还有点回来啊 看你这个落魄的样子像什么一样啊 你就不吃饭了 你不给他做饭吃 总之他回家以后是受尽了各种的这个欺辱 尤其是他嫂子给他的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冷漠的一种态度啊 后来他就这个 自取而后 自我这个 最后你就更加上进了啊 差不多这个意思 他开始研究这个天天大事 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发现啊 想到了一个这个 好的办法啊 就是昨天咱们想 我不多说 后来呢 他就成功了 哎一下子 功名利禄全都有了 这个时候又遇到了 他的嫂子 他的嫂子以前是对他什么态度 还记得吧 骂他 不给他饭吃 这时候 见到他以后呢 马上跪倒在地 那这个腿和手呀 都是怎么样 伏伏在地上的 非常之恭敬 然后这个 苏星就讽刺他的嫂子说 哎呀 您之前不是还骂我 还不给我饭吃来什么啊 我受尽了您的这个冷遇 为什么你今天又变得如此的恭敬啊 然后他嫂子特别害怕啊 跟我颤抖 说啊这个我之前永远不是太瞎啊 怎么怎么样的 一顿这个忏悔 然后呢 这个故事呢 这个嫂子之前对他什么态度呀 哎 又是骂啊 差点就打他了啊 不给饭吃 之后呢 一下子 趴在地上 对他如此的恭敬 前和后 两种截然不同的这种态度 这个词就叫做 前聚 后功 之前是非常傲慢的 非常这个骄傲的态度 哎 之后呢 一下子变得 非常的这个恭恭敬敬的了 啊 对待同样一个人 同样一件事 之前是那样一种态度 哎 看人家升官发财了 呀 又变成另外一种态度了 那么前聚后功这个词 就来讽刺这样的一类人 啊 想想现实当中 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啊 你当小 你当班长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你你不当班长了 别人怎么看你啊 好了 回来 如果我用这个镜头简介法 来说这个故事 我就用两个镜头 两个画面 哪两个呢 第一个 我就给一幅画面 我不画出来啊 我只是表示一下 这是第一幅画面 我写上一 这是第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 你们说 肯定是要讲什么内容的 这天很穷 然后呢 嫂子怎么样 骂 骂他 不给他饭吃 好 可是太多了 我就想把它 如果要画画的话 你要画一幅画面 你觉得哪一个瞬间 最能够表现 骂他 骂他应该怎么骂 想象一下 就画两个人 画两人 然后一个嘴里 说一句作画 嘴里发出了一个这个 就是语言了解 好 还有没有 有没有更加细致一点的 更加具体一点的 我就要一幅画 你想象一下那个样子 就把他那个贵的感觉 把试园说完整了 说清楚了 把苏婷贵的感觉站着 啊 啊 把刚才那块的苏婷站着 然后听后 这个他嫂子面对面 听后这个嫂子这个训斥 好 可以 请坐 啊 表现了一下 好 第一幅画面 咱们先停 啊 我一定不要羞 你们去写这个 第一次点到为止了 好 有事我直接进到 进到第二幅了 第二个应该换成什么内容了 就是那个 那个 一个地上贵的 然后用体球的眼光 他又达到了一个细节点 哪个细节点 体球的什么 也就是 他是进行了一个什么的描写 神态 非常好 神态的描写 这也是一个什么 细节 好 细节 然后呢 看着那个 然后 然后苏琴就是不歇眼睛往旁边一撇 嗯 他又是一个细节 是什么细节 一撇是谁的细节 我的 你的 苏琴的啊 好 嗯 然后苏琴 然后呢 就是就有点不歇的表情 啊 不歇的 不是不歇的表情 是一脸的不屑啊 自生的 好 他是通过一个重点 两个细节 都是抓住了眼神 苏琴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苏琴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哎 两种坚不同的这个眼神 哎 然后把这个画面表现出来了 好 这两个前和后 我写上啊 前和后的两个画面 好了 这两个画面一叠加 啊 咱们把这个故事 这个串联好了 你们下面写中的老师一定这样要求 然后咱们还有一堂课 一是郭华世老师过来讲 就是你续完事以后 你讲完故事以后 你还是怎么样呀 升华一下 中心思想 对不对 再点点题 好了 第一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在后面 再干嘛一下呀 等于几了 你是不是应该再点题一下呀 对不对 哎 我写上一下啊 大家呢 通过这样两个画面 表达清楚了一个故事之后 哎 你得点题 哎 点题 我再打一个写线啊 中心 好了 两个画面一叠加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 这还用加号啊 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再点点题 把我通过这个故事想说明了什么道理呀 啊 我想要这个表达的一个什么问题呀 在后面再重新的阐述一下 好了 这就是一篇文章的一个结构啊 也做到了镜头简介法 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了 嗯 下面呢 我要说说这个细节的问题 看这边的这个word文档啊 细节描写的分成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呃 你如果能够把细节描写给做好了 做住了 抓到位了 你整个一直到这个 你毕业 小学毕业啊 是绰绰有余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你们作文出现最大的问题 不管你不会写 你不知道写什么 还是你写出来平淡无味 其实都跟这个细节描写有着脱不了的这个干系啊 非常的重要 那么要说把这个细节描写呢 要一句话也能说明白 要长篇大论写非常非常多的字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条 也是这个可以分得出来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分几点给同学说一下 然后挑一个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这个 动作细节 呃 提到写什么的时候 其动作特别多 以前我的 如果是有我的上午 我以前做文课 应该马上翻译出来 人物 非常好 人物 提到人物描写的时候 已经想到五个方面 哪方面 哪五个 语动心神外 对不对 五个方面 主要是这五个方面 在写人物的时候呢 哎 你必须要马上迅速的 反映出这五个方面 然后你写作文的时候 要大力往里面运用 同样 在你写人物的时候呢 你要非常的注意细节 那么我怎么去注意细节呢 从哪些角度呢 同样还是从这五个角度 语言 动作 心理 神态 和外貌 那今天我要重点说的是 外貌 不是 动作 重点说这个动作 好了 嗯 就像我之前说过 我说写作文呢 你首先要有个作文的意识 什么作文意识呢 就是比如斯朗诗写作文 我可以写的不好 我可以写的这个六十分 买分得十分 没关系 但是我心里知道 写作文要注意什么 注意什么 注意什么 我都懂 我至少知道这个道理 我至少知道什么 怎么样的作文 才算一篇好的作文 我看到别人的作文 我觉得啊 这篇作文写的好 这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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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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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看着这个 说明我具备了作文意识 虽然我写的特别拉性 我写的什么的意识不好 没关系 就是你首先 第一不要做到的 你心里要知道 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 写作文要注意哪些方面 好 第二层 这是第一个等级啊 第二等级是什么呢 我知道了这么多 我有了这个作文意识 我得怎么样呀 把这个意识转化成我写的作文 哎 我知道 这儿要用修词 可是以前我从来都 不知道用修词 我着急写 我花了花了 我写完了 修词 我老师讲过 我学过好多 但是你简罕作文发现 哎 忘了 老师嘿嘿 跟我嘿嘿一笑 四老师我忘了 我回家去 啊 回家下来了 什么叫这个作文意识呢 啊 作文意识又分成各种意识 比如说修词这个方面的 修词意识 你会修词 每个同学我相信都会 但是 我随便让你们写一篇作文 那上来我一看 能用到 修词的同学 少而又少 这是什么问题 你会 但是你不用 说明你没有意识 啊 你没有这个作文意识 没有这个修词意识 你会的 你要知道 把它放进来 这是要做第二步 你懂这个东西 你会 那你干嘛不用一用呢 不用不进来呢 老师写一些傻辣机子 啊 各种的大白话 啊 各种的土粒子 有那么多的积累 那么多的好东西 你都不会用 你都不愿意不想着帮你用 这是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是 你用卷了 我竟然看到你东西非常好啊 修词啊 各种给我用 但是总觉得不太对劲 为什么不对劲呢 用的不恰当 啊 是用修词了 是用比喻了 可是比喻的不对呀 是有人写错了的 那我也先夸他 好 做了好 你为什么呀 你别 别的东西好呀 你还知道用了 但是 我有一个转折 你用的也太垃圾了吧 啊 你用的也太不恰当了吧 是不是 我也别把他说一顿 然后告诉你 你怎么用是恰当的 一共是 这三个层次 目前为止 就够用了 你们记住了 作文就三个 这样的三个层次啊 好了 下面 在这儿 是回去要重点看的地方 细节描写的作用 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纯理论的 啊 背起来没有任何用 也不会有人考你 我告诉你们 这个是理解透了 甚至你能把关键点都打出来 是非常有用的 第一个 啊 你会知道 我写作文的时候 在这儿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看别人作文 看到这儿 他这么写 为什么好 就是因为起到了这些的作用 啊 不一定是全部的 可能是当中这一点 可能是这一点 也可能是这三点 对不对 还有一个作用 非常大的作用 考阅读的时候 在达阅读题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题 他不会直接问你 请问这个细节 你要写有什么作用 他不会这么问 他一定是在文中画两条横线 试着说一说 哎 画线句子啊 用了什么样的写作方法 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 其实考的就是这个东西 啊 好了 首先第一个 刻画人物性格 第二个 揭示人物的内心事迹 第三个 表现人物细微复杂感情 啊 有比较感情的 然后呢 能够暗示人物的这个身份 没错 咱们看到一个人 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首先会怎么样 哎 稍微的看一看 他的什么东西 外貌 啊 外貌 外貌 外貌紧紧看脸吗 更主要的打电视他什么 身材 身材 衣服 对不对 看他的衣服 就累 对不对 哎 比如说 哎 八 门一开 哎 然后 没见脸 没见上神 哎 先进来一只脚 我又开那只脚 哎 上面还有一个补丁 我没看到别的 我在这站着 那个门子打开了 哎 八 伸出来一只脚 然后呢 臭臭 不知道 听不懂得远 然后一看脚箱那儿呢 大脚趾头那儿呢 有一个这个补丁 好 这个补丁就是一个什么 细节 没错 一个细节 一个哪方面的细节 脉帽 非常好 脉帽方面的细节 我就能判定出了 他坏人 啊 别说写错了一个 东西坏人 好像就留着问题 哎 没错 是跟这个啊 有点关系 对 至少能往那方面去判断一下了啊 好 对环境气氛呀 这个字注意读音 它只有一个音 是一声 氛 氛为气氛 这样容易误读 在作文当中呢 因为你们少了细节描写 所以你的作文非常的刺 所以很多家长会 跟我说 孙老师 就要不要报个百分作文班呀 就这个作文问题太大了 从前写去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心情的地方啊 这个也费很大劲 写出也没什么意思啊 这个水平也不行啊 总是翻来覆去的 其实呢 存在的问题的根解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词 就是叫细节 就是这个细节描写 所以呢 你们在学习和写作的时候呢 包括今天这篇作文 你要把它重视起来 当成一个重点来做 那么我今天要求不多 我先告诉你 细节描写的分类 就是我大体上把它分的 可能除了这个分类以外 还有其他的分法 或者说比这个内容还要多 这只是我分的 你大家看一眼 也就是场面描写 要有细节 环境描写 要有细节 语言 动作 心理 神态 外貌 不用多说 写一件事 你怎么在这个事情 从开始 然后向前 然后高潮 然后最后再来结束 就事情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 哪一个地方该写的出色一点 该具体一点 该有细优弱一点 那这也是一个细节问题 是写事的时候 你的细节问题 那小声说好 是无败就两点 写人和记事 就是这两个 第九个 吸引状务的细节 我之前呢 咱们有同学上过 我讲过一书做文课 写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还记不记得 是有这个课 其中有一个细节点 咱们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霍德奥斯卡 那个什么什么 各种奖项的 有这样一个小的镜头 就是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在华火柴之后 就有幻觉了 对吧 咱们都知道 有幻觉了 然后呢 她就看到谁了呢 是她奶奶 是吧 是她奶奶 看见了 有她奶奶 然后呢 在那个动画片当中表现 她哎 坐着一个什么样豪华的马车 然后飞奔而去 来到了这个一所大房子面前 当时我提到一点 我说有一个细节地方 当你写这个房子 是有些人家住 或者写这个房子 是求人家的时候 不用写它多大 它多气派 它怎么样 你只加住一个细节点就够了 还记得是哪一个吗 春花 贴近了 可以 没错 那个门 如果是一个破破烂烂的门 说明这个宅子也怎么样呀 将来破旧一点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门 哇 这个又是什么 什么木的哈 高贵的 木质的 木材的 然后上面有 非常惊喜的那种雕花呀 刻的什么什么东西 就那种锁 好像也是什么精致的 什么怎么样的 那你看 这一扇门就能够代表整座宅子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那这个门就是一个细节啊 就够用了 你不用写那么多 你就抓住一个小一点去写透了 就非常的棒了 谢谢大家